哪一天麥克風好像沒啥 OK了 開始吧 哈囉 CIVIC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在直播的社團裡面 我們是在CIVIC裡面做直播 那這部車是 CIVIC八代、九代 車友很多人 有安裝貼店的產品 這部車是九代的 尤其是北區的車友 可能是北區的 我們業務裡面有開 相關的車款 所以我們小時候有通常特別好 那當然還是再次謝謝車友們同場 還是要 安裝KTP 一些細節 這部車其實原來 都是原廠的 包含原胎、旅圈、避震器 全部都是原廠的 那今天的話 車高車主並沒有要求的 原廠大概是三指幅 多一些些 那今天的話 預計降到大概兩指幅左右 降幅的話沒有特別多 因為車主有考慮過 家裡面使用的一些 道路狀況 所以車高並沒有要降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 其實都還堪用 那最主要是要改善 改善行車的行路性 這個是原廠 我們常常會拿一些 後面比較特別的組織 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車子不同 然後它懸吊設計 也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套 這套九代 後面的主移植 這個算是比一般的 像是Poota的車系 還要來的主移 還要來的棒一點 它的主移會稍微 做的強一點點 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如果這一台車 有Civic 8代的SI 或者是9代的SI 它後面的寵移 就會比這個的話 還要硬朗很多 所以它的操控起來的感覺 也都是相當差異相當的大 那這一部車 這個是原廠的懸吊系統 目前的話都還堪用 那有一些零件的話 是需要沿用原廠 有一些零件是貼入我們 來大概介紹一下 從後面開始介紹好了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後面上部有一些橡皮 來對夾的地方 它這個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一些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原廠其實不太會壞 因為它的設計理念 跟一些O2車 一些零件設計方法 是不同的 這個橡皮的話 它是一個橡皮的結構 並不是發炮的材質 所以它的橡皮的話 不太會壞 那我們就直接沿用原廠的後上橡皮 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是後面的彈簧 那我們在現在的Focus四代 一開始今年年中 Focus四代剛上市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廣告 就是Focus的後彈簧 Focus四代是駝一臂 它展示的是它後彈簧方向不同 其實CIVIC很早之前就做這樣的設計 這個是九代 CIVIC的九代 它的後面的彈簧也是做類似這樣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上向 這個後面的彈簧是做這樣的 它的上向底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的 但下向是需要沿用的 它的彈簧比較長一點點 改裝之後 我們所使用的道路板的規格 是175mm比較短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6公斤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這一個上座 九代跟八代它的形式很接近 但八代、九代前面的話 我們都有附上座 這裡面的話有一個直推軸承 軸承用的品質跟品牌都相當的不錯 像是比較早期大概06到09年 第一批的CIVIC八代 它的上座的話 就比較容易有問題 那後來八代就有小改款之後的上座就有改進 那九代跟八代前面上座 在安裝改裝避件器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特殊的細節 跟要注意的地方 等一下介紹前面的時候 會特別講解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它算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器 那它的筒針 筒針的話 上座的相比是要沿用 那這個防塵套 我們有做一個加長 加長的話 這個用久了之後 它不太會積水 也不太會有繡痕 但是我們車高放下來之後 其實最需要保護的是這裡面的軸心 但是車高放下來之後 它的防塵套 能夠全部照住軸心 來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它的保護效果相當不錯 車高的部分 我們後彈往上部的話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一般我們叫high low key 那high low key的話 車高取決是在這個地方 一般來說 當然有車子 互會以為 車高的調整是靠這個筒針的長短 來改變車高 其實不是喔 車高的調整是靠 韓虹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我們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拉長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喔 如果這個縮到最短 它的車高就是最低的狀況 那以這台車的道路板來說 KT的設計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的話 大概剩下半尺幅左右 那這樣的背景條件是 205、55、16的原廠輪胎 如果升級的話 就是215、45、17 或者是18吋的話 就是225、40、18 那升級降到最低 大概是剩下半尺幅左右的一個車高 應該不到半尺幅 所以KT能夠調到最高 大概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大概是不到半尺幅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會相當的寬 而且並不是靠B攤簧 所以來變車高 所以不論你調到像原廠一樣高 或者是接近半尺幅左右 它所帶來的乘坐感覺 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如果車高很低的話 當然喔 像我們超跑一樣 它車高降很低 它的重心比較低 操控起來的穩定度呢 一定相對的比車高高的時候 還要來的好 那統證的部分 我們車高設定完畢之後 最重要的安裝的技巧又來了喔 就是後面的筒身長短 要怎麼去調整 這個筒身長短 主要並不是改變車高 主要是來取決於後面彈簧的預載值 那像這個彈簧要預載多少 大概3mm到5mm 就是剛好的一個幅度 也就是我們車子輪胎離地之後 它我們等一下量一下它的彈簧 這個彈簧是175mm 這個叫自由長度 自由長度指的是彈簧 都沒有受嚇重的情況之下 它的長度指 這是175mm 那我們筒身縮短 把彈簧縮短 壓縮到172到170 大概3到5mm左右 就是一個適合的長度 那設定完畢之後 這個ring這個托盤 再記得把它鎖緊就好 這個就完成後面的安裝 那這個是車高 那至於要怎麼調整軟硬的話 它的是在行李箱裡面 八代跟九代的調整方式一樣 在行李箱兩側這個飾板 往中間掀開之後 就能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得到上部的阻尼 所以後方的阻尼調整 對於CIVIC的八代跟九代的車友來說 這一台車的設計都算是相當的方便 這個是後面的一個設計跟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所配置的是七公斤的彈簧 那這個 這個上座的話 如果要拆裝 這個飾板 有的是需要拆掉 那我們都拆掉 因為我們拆裝八代九代的速度還很快 那當然速度快還是來自於車友的膨脹 我們才有那麼多拆裝的機會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都一般建議拆掉的話 其實不拆掉 這裡也都有做一個維修孔 八代一樣會有一個維修孔 可是拆掉的話會比較 拆裝起來會比較順手 比較快一點點 好 那剛剛提到的 西比克八代跟九代上座的話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它的上座 是位在於前擋玻璃的下方 那如果居住的地方是常常有下雨 譬如說基隆 或者是台中的無漆比較靠海的話 那它水水氣裡面含的鹽分比較重 那水流下來之後其實是會穿過上座的 所以造成上座的話 比較容易有生鏽的狀況 那在安裝的時候 或者是一般車主保養的時候 會建議你 這裡本來有一個維修孔 那我們大概三到五個月吧 把這個旋鈕把它拉開 稍微噴一點黃油 讓它的手蠢的壽命能夠長一點 那手蠢的話 也比較不會容易有生鏽的狀況 這個是特別注意的部分 這一個的話 這裡看得到的就是我們所附的上座 在上座上方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這個我手調整的時候 可能會被鏡頭擋到 如果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會變軟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阻鈕 可以去做軟硬的調整 可以設定到車友們想要的一個軟硬值 所以阻鈕的話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同身的話 下方會有一些專車專用的規格 譬如說 CIVIX9代它有一個離載串 而且它的離載串很特別 如果車友有離載串要開換的話 要注意它的離載串的話 是有分左右邊 因為一般離載串 我們的都是對向 對向或者是同向 但是它同向的話 角度又有一點點角度差異 所以前面的離載串 就是有分左右邊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個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 不需要再多花錢買強化的離載串 或者是買可調式的離載串 都不用 沿用原廠的規格 其實原廠的離載串是最難用的 那這裡有一些 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 那這些位置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上部的話 這裡有一個彈簧 這個是使用200檔 2公斤的彈簧 那這一個 從彈簧下方這兩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上的話 KOT在出場的時候都已經設定好 所以這些都不用動它 千萬不要去預載它的彈簧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要銀色下方這個單托盤 把它全裝之後 這個腳管如果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地震度變拉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 縮短車高就會墊底 這裡的話 今天預計大概兩指幅 所以這裡的空間還蠻夠的 所以前面的話 如果呢 有要特別想要很低的車速 應該輪開到葉子板 做到切起的幅度的話 也都不困難 KT的變速器也都做得到 如果要特別低的話 那今天的話 車友的話 預計設定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那前面的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跟後面固定的力道是不一樣的 這個扭力要需要大一點點 因為前面的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作動 還得要負責我們轉向的時候 因為這個懸吊叫麥花層 麥花層不只負責上下 它還要得負責轉向 所以有可能這個頸度如果不夠的時候 有可能開開會送脫 那就會 四海不至於會造成危險 但是鬆脫之後就會有轟轟的聲音 會有異音的狀況 開起來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在安裝完畢之後 一定要特別特別把它鎖緊 這個是鍛造的材質 所以用我們所附的板手的話 如果緊度不夠的話 也可以用招子 然後加一個大鐵錐把它敲緊 這個不會壞掉 這個不會壞掉 所以都可以用力的把它敲緊 才不至於會有鬆脫的狀況 那用料的部分還沒介紹到 用料的話 KTC所使用的主民友 是義大利IP的主民友 這個IP的主民友 它並不是授權來台灣的湖口 或者是我們台中有一些 像是無期 那裡有一些混裝油草 不是喔 義大利IP的主民友 是從義大利一整桶200Lit進口來台灣的主民友 所以它的單價雖然比較高 但是它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如果有很熱血的車友 在騎重機的話 義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 叫Afruria 這個重機的品牌 它所使用的前避震器跟後避震器的主民 用的就是指定義大利IP的主民友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使用義大利IP的油品 那油風的話 八代跟九代 畢竟它是日汽車嘛 很多車友都是推崇日本小綠人的品牌 TING的話 TING的話 它的油風 攸關到秘震器最重要的油風 使用的是日本自己最棒的龍頭品牌 NOK的油風 所以KT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那樣度的話相當不錯 那另外一點就是 KT本身並不是委託它常做代工的 所以我們本身的話就是一個工廠 那工廠的話有一個優勢就是 如果啦 用了大概三年五年之後 也許有可能 IP的主民友 即便是那麼棒的油品 但是它用久了還是會裂晃還是會甩退 或者是說日後的油風 油損壞的狀況造成漏油 這些的所有的零件 都是可以單獨來做維修的 不需要一點點小東西壞掉 就需要換到種子 可以都是可以維修的 OK 以上是今天Civic的9代 這個車友顧得很棒 9代的一個安裝 介紹跟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